新的插曲就是說 是不是真的會人大會釋法呢 這個暫且就是滲圈塵上 但是我覺得如果真的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是不是有一件影響我們香港的有一個負面的影響呢 我又不會這樣看的 為什麼呢 因為在現時的我們特區很多問題方面來說 基本上我們高度自治 而在我們的那個司法方面講的又彰顯了一個獨立 在日常的工作裏面有我們的規範完全是很到位很成熟的 我自己看得到目前來說 按照這個基本法104條裏面就職 要成為這個立法會議員的話 它一定要宣誓 而宣誓裏面的要求的標準在哪裏呢 要看回香港自己本身的那個法律第十一章 就是說要讀那個宣言 那個宣言也都在2004年裏面呢 經過司法覆核夏正文法官也都已經有所清晰地去判決 就是說每個字都要依足來做 這個是莊嚴和神聖的工作不能夠是會有含糊其詞 所以梁柔除了它兩個之外還有好幾名的議員呢 將這個莊嚴和一個很直接的工作變得是複雜化 也都可以說是完全不合規格 因為它已經講的誓言是不符合了 我們現在的標準法定法規上的標準 但是產生出來的就是 第二呢它還涉及到就是播毒宣揚這個港獨 第三呢就也都有辱華和辱國的情況等等 那麼這個問題裏面如果打官司 有些地方裏面是不清清楚的話呢 可能會經連的 所以呢就如果要提出釋法的話呢 尤其是那些案未審的話 作為人大如果是提出這個協助給了一個釋法 某幾個觀點裡面澄清了呢 反而我覺得會有利於我們處理香港的案件方面來說呢 不用會繞這麼大的圈 香港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部分 如果有人尤其是就職成為議員的時候 它說會搞港獨的話 這個首先已經是撞山的了 觸犯了這個最基本最敏感的底線 不能夠超越類似半部 第二在這樣的情況裏面 我們期望議員應該有質素 竟然在那個莊嚴的環境裏面 也都說出辱華辱國的說話 還是說一些在莊嚴的地方裏面說粗口 你會怎樣想呢 這個它是不是合乎資格呢 它的資格是不是馬上要喪失等等呢 在《基本法》裏面104 是沒有說到馬上喪失 如果是要釋法在這一方面做的話 我覺得反而對我們香港 是會有一個在打脈和落藥方面來說更加精準的